我并没有什么特别伟大的成就 只是从三年前开始到现在 已经受邀讲了322场的课程或讲座 深邃大眼清晰口调YouTuber吴敬凯 在自己的社群媒体分享创立频道的心路历程 日前和文化大学合作开班授课 内文写出成为百万YouTuber前 先拍出第一支开箱影片的诱人标题 但是有用百万粉丝的网红Chip却提出质疑 你说成为百万YouTuber前 你不是3.3万订阅而已 那你的流量也不好啊 照你的方法 照你说你的影片的频道应该起的来 因为你开课了嘛 你把觉得就是怪兽头麦可肉的感觉 点开吴敬凯频道订阅人数3.3万人 影片观看数最多4万点月 距离百万网红似乎有些遥远 看他的那个影片的作品的成果怎么样 能成为百万YouTuber 不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那种流量吗 要请真的百万YouTuber来当老师 可能会比较适合 其实好像是为了吸引学生来 然后开着标题 但是他自己还没有达到 对于学生来说正反两面评价 不过伍敬凯亲上火线回应 他的专业是商业影像 文案上的争议如果有误导疑虑 已经向校方提出 但是网红当道说出来的话 有几分影响力 竟然几件广告不实的案例 闹得沸沸扬扬 去年四月就发生网红团购一次买到仿冒鞋 就验了我的鞋 结果发现鉴定也是假的 最后多名网红道歉退款 但是依照公平会最新规范 可出五万到两千五百万罚还 而网红就算只是推荐者也要受罚 再来新闻翁家鱼 李维天